倫敦陸區Kingston 是一個地靈人結 悠哉悠哉 環境優美 應有盡有的好地方 今天Elly就帶大家到Kingston 一日遊 各位早安 大家好 我是Elly 今天要帶大家去一個地方 就不只是普通在市中心投資的一個地區 這個地方是我千挑萬挑的 第一 它是一個幸福指數最高的其中一個住宅區 第二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出名的校區 第三 它比起一些比較貴的地區 它也算是挺貼地 雖然它遠離市中心大概是20-30分鐘車程 其實都不是那麼遠 就像香港新界沙田一樣 但是它其實是倫敦第三大購物中心 所以就算你去遠一點 但你也不需要擔心 會不會醫生著病有問題 而最重要的就是它是一個非常非常漂亮的地方 好 我們今天現在身處的就是在一個很大的站 叫做Waterloo Waterloo 是倫敦其中一個最大的交通樓樓 這個是一個四線的地鐵大站 包括有Jubilee Line Northern Line Bakerloo Line 和Waterloo & City Line 我們身處這個站很漂亮的 在1922年正式啟用 有21個火車月台 可以帶到我們去倫敦西南面很多重要的地方 包括Wingberden Richmond 和今天我們要去的Kingston 我們準備進去了 如果你第一次來到倫敦的時候 可能你會想起一些快飛 但是不需要的 現在只要你有Apple Pay 或者你手提電話 可以用Preddie Card付錢 或者甚至你有Preddie Card 你這樣按一下就可以進去了 Wingberden 大家都可能沒聽過 Wingberden 最順利的就是去網球 也是一個很好的校區 和一個非常容易居的地方 Kingston去Wingberden 只是12分鐘而已 不過相比在Kingston來說 Wingberden比較安靜 就是HIGH STREET 在Kingston裡面就有Shopping Mall John Lewis 如果你要PROPER SHOPPING的話 在Kingston是做得到的 另外 在Kingston附近一個閘 叫New Wooden 都很想推介給大家 它是一個韓國的community 裡面有很多韓國餐廳 是韓國人主理的 我們到了 這裡就是Kingston貨車站 一出來這個位置就是HIGH STREET 哇! 很瘋癲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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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Kingston Appointen Royal Barrow 其實是一個皇家的自治區 Kingston Appointen 因為它在泰晤士河旁 所以你會看到這裡環境非常漂亮 Kingston是叫做倫敦Zone 6 它的油編是KT1和KT2 KT1就是市中心的商場 有很多學校等等 而KT2就是住宅區多些 Houses 這兩個地段都是一些非常長壽的地段 英式生活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我們現在9點多 你會看到很多本地人都已經在這裡吃過英式早餐 很多本地人 星期六日會去Britman Park 去看路 行山 或者去Hampton Court 跑步 野餐 或者去Fengston河邊 去坐一下 也在外面有一個叫做Rolling Club 它其實是帆船和遊艇會 又可以出海 其實生活真的很寫意 我們現在在MMS的food hall 牛油果壽司 但它很便宜 它賣44磅 但問題是不能選擇 你看 你肯付錢也沒有好東西吃 最好這裡應該是三文魚 但很瘦 Rachels 是我們英國高質素的超市 Rachels的壽司是吃得人的 你看到有些白色的 就是肥一點 好一點 你看那些 餃子的樣子好一點 我們不如對比一下價錢 其實我覺得這些是好吃的 我會吃 你們過得來就要忍耐這件事 是完全沒有左口魚層邊的 那些是5磅多 比剛才貴 蠔油 蠔油是28元 香港多少錢 Rachels其實也是John Lewis的姐妹品牌 所以多數是John Lewis 下面會有Rachels 好心 現在一於和大家一起去市中心兩間超級名校朝聖 Kingston Upon Chams 是一個著名的優質校網區 裏面9間學校是位於全英同等學校最優秀的Top 10%之列 Kingston Grammar School是英國Top 100的頂級思納中學 重點文化學校就有著Tiffin女校和南俠 這些學校有四分一的學生畢業之後 都可以入到牛津和劍橋大學 我現在就在Kingston University外面 他比較有名的校友 香港人比較認識的 陳奕迅也是在這裡畢業的 除了他之外 有位其他手 Eric Clapton其實都很有名 但他被學校赤了出去 之後在Kingston這個地區 賣藝給人想吃 Kingston不是最最最最頂級的那種University 但其實他的環境 他裏面某一些學系都幾出名 我們現在就在Kingston的購物高階 High Street 這一帶的商店民立 有英式風格的小店 亦都有High Street的連鎖店 我背後就是倫敦西南部最大的購物中心Bantop 旁邊亦都有著名的百貨公司John Lewis 加上Kingston Market 生活上的所需真是非常齊全 街頭都很Artistic 有很多音樂家會在這裡表演 Kingston是否好正呢 避世得來和市區只是一步之遙 喜歡熱鬧的朋友 有Kingston High Street和City Center 喜歡休哉游哉的生活的朋友 有河畔和周圍的皇家公園 我自己都很喜歡這裏 我試試一下